卓龙沟位于薄蜜县城扎木镇南面六公里的一片原始森林里 这里隐藏着洛巴族的树藏区 而树藏这一方式 就连熟悉藏区大部分地区的扎西 尼玛 之前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经过薄蜜县的专家执政 在藏区只有卓龙沟有树藏 因为是圣地 一般人不给劲 树藏区据说大概有150日之多 孩子早逝被置于各种容器 箱子 甚至还有旅行袋内 悬置于树枝或者绑腹在树干上 任其自然风化 洛巴人讲 世上万物有灵 人虽死了 尸体腐烂了 变成了虫子 但灵魂却去了极乐世界 变成了另一种有精灵的东西 使它们早投生 快投生 变为富人和好人 阎山而上 一路挂满了金帆 就和我们的死人挂了装魂帆一样 感觉十分的诡异 但是请各位不要误会 金帆在藏区是非常神圣的宗教圣物 如果路上有拦着你路的金帆 千万别跨过去 一定要把金帆拿起来 从它下面走过去 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部的洛狱地区 少数聚军于米林 墨托 茶余 龙子 狼献一带 人口只有2300多人 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 洛巴族家庭特别重视为死者治丧 力图以此慰藉亡灵 并表达对其哀悼怀念之情 洛巴族多采用数葬 礼俗相当复杂 禁忌繁多 以示尽了孝道 病人去世后通常由卑诗人来料理 将死者投朝外 以示他已经走了 扎希德勒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 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 欢迎连续卓马 卓马的微信号是T-Bite2030